通常你如果會被你的閨蜜出賣 也是有原因的 第一個呢 這個第一張牌呢 這個畫面呢 我就直接說他的角色好了 他是魔術師 雙子星的人 第二張牌呢 是星星 第三張牌呢 是國王 然後呢 第四張牌呢 是女祭司 然後第五張牌呢 是女王 好 那我就從美人姐 選的五號開始 先來揭曉好了 我一定最不會被出賣 好 來選到五號呢 這張牌叫做女皇 被出賣的分數啊 70分 算是中間啦 不高 也不低 其實還不高啊 過60 被背叛出賣的原因是什麼 母愛太氾濫 小心 被利用 真的耶 選到這張牌呢 通常有兩種情況 第一種情況呢 因為女皇牌呢 他是象徵著 比較美 家世比較好 然後呢 男人緣比較好 在他的身邊 就有很多 像這個鄧醫師 剛剛講的就是 壓環形 依附著你的角色 所以呢 你呢通常呢 都對你身邊的人啊 太有愛了 所以可能在財務上 可能會被占便宜 或者是 如果你有男朋友 你有老公 你有丈夫的話 你也要注意到 他跟你的朋友 是不是有 過從聖密的情況 還好還好 我的閨蜜們 現在 對我挑男人的眼光 實在是 感冒 那接著呢 我們來講說 如果你選到的是 4號的話 4號是女祭司 什麼叫祭司 祭司就是算命的啦 其實我們如果用 比較通俗的話講 就是 怪怪美少女 就是你的個性 有一點古怪喔 通常呢 你選到這一張呢 如果你被被判的原因 先講分數好了 80分 然後呢 是因為啊 敏感 太有個性的 有能有角 所以呢 背後人家 就會去議論你 OK 通常你也都會 跟一些古怪的人 在一起 那這些人呢 表面上呢 跟你相處 好像閨蜜嘛 這兩個怪咖在一起 但他出去就開始跟你講 你知不知道那個心儀 都是怎樣怎樣 怎樣怎樣 他其實表面上 好像認同你的 但是他覺得你其實是 點很多 問題很多 OK 那如果說你選到的是3號 3號是誰選 阿德 阿德老師選 這一張呢 國王牌呢 他其實被被判的指數 有60分喔 選到這張牌呢 你可能會因為你太出色了 太能幹啦 領導能力太強了 而且做人可能太強勢 你要學會把光環讓給人家 OK 來選到1號牌 這個是魔術師型的齁 很會講話很愛講話的齁 來 這一張牌呢 99分 被被判的情況很高齁 來 因為呢你自己聰明 意見很多 常常呢 通常你自己很愛講的時候 你就會有很多的聽眾 你就會講說 哎呀那個誰誰誰 誰做了什麼什麼 這個根本就不對啊 那個哪裡合理啊 這個政策不對啊 他講那句話哪有邏輯 哪有道理啊 而且你自己講了之後 你自己都不記得 所以呢 別人聽了之後呢 就出去斷章取義 欸那個花花 昨天又說了你怎樣耶 所以呢 通常你會因為你自己話太多 而被別人傳來傳去 OK 那最後呢2號 星星牌呢原則上呢 這一張牌呢 你被議論啊 被被判的分數30分 為什麼呢 特立獨行 不在乎他人 就算 我覺得選到這一張牌的人 你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你的問題 不是在於被閨蜜被判 你的問題有時候是在於 你連閨蜜跟好朋友都沒有 因為你根本不會交朋友 這是什麼 這有準喔 H是沒有閨蜜的喔 我很多喔 來通常星星牌呢 他象徵的是一個 特立獨行的人格 其實他很能夠一個人 看電影逛街做任何事 當然你也有一些朋友 可能呢 偶爾跟你會有一些交集 但是不是太密切 那事實上呢 有時候別人背叛你 做了一些什麼 對不起你的事情 其實你也不能在乎 有可能